例如把黑色的畫上都可以 這些是可以蓋在握紙上 一般的花是這樣的 上空的畫甚麼呢 這就是設計問題 你未必一定是上面畫很多 下面畫很少 好 飄過那一盒 我特意找別的色 試一下好不好玩 對 總之你也要大膽用一些顏色 平時我們用黑色來勾 現在用綠色來畫一下 可以的 這些綠色 因為它的頭不敢 不夠 所以不要用來做葉 其實老師是就地取材 就地取材 你看看你外面有甚麼 就是有些衣服 我就畫些甚麼 就是我不受甚麼限制 對 而且因為我自己畫畫 我就會用墨 我都畫得坦坦坦坦坦 你給點顏色我更加容易發揮 我會分辨 我會用來分開一些東西 綠色圖的東西分開一些東西 好似剛才這裏 這裏這裏這裏 你看看這裏 那些透明 穿洞的 你記住它 所以有一個 錄影機就很好辦 這樣 我拿它來 洗一洗支筆 因為怕它太黑 洗一洗支筆 洗就不會洗完 留下這些色 還可以用的 不洗 這樣洗 知道嗎 你磨完墨 你洗完它下去 磨完墨的那個會燈大眼 你這樣就不是洗完了 我開了淡墨 我塗水 我開了淡墨 現在就是淡墨 其實現在也很深 何況你洗完它 洗完後 用來淡墨 一定要畫完 畫幾天 畫幾天 即是很浪費 現在你覺得 你不用看色 你現在覺得刮出來 就看到色 就知道 就知道 這樣 這樣 我們在裏面這裏 這樣 再拿一點 你未必一定要亂擦它 你作為 在後面做一層葉就可以 這樣 你亂擦這麼多是可以的 這樣 一直畫過去 再畫這裏 再畫這裏 它又不太影響它的色 因為它淡 這樣它的層次又會豐富了 多一層 我剛才這裏浸水 在這裏中間拿一些 這樣 我認為它是深的水 深的水色 剛才用葉 現在用線 這樣 如果你覺得這些太過窗窗 你可以補一筆 未必補完 這裏 補這裏上面 如果它沒有 那就算數了 好 一廂情願 你自己覺得 例如這些 這些 你可以在裏 其實有很多玩法 對不對 好像這裏 你可以這樣 好嗎